- よし! 影片開始前 記得粉絲團按讚跟追蹤IG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可以按下超級感謝 支持我做更多更優質的內容 那我是曼 有今天與民音系列的反應都還不錯 所以今天這一集整理了一些大家常見的 歐美動漫民音 這些民音原本比較常在海外的論壇 像是4chan、REDI上面出現 但民音這種東西 和18禁一樣 是無國界的 漸漸的也在台灣論壇出現 大多都是你小時候看過的卡通或者電影 更多的是從美賣裡面出來的 各位放心 我整理了一定都是台灣論壇也有出現過的民音 所以這一集對大家來說應該會蠻熟悉的 如果全部都有看過 那我覺得你應該要關掉網路出去走走的 現在大家最常用 我就爛 來表達隨便啦、白爛的感覺 但是在我就爛出現之前 其實有個詞 也可以表達這樣的情境 就是 佛系 有一陣子台灣的媒體也在報導這個詞 佛系健身 佛系玩家 佛系電源之類的 通常還會搭配一個下文 例如 佛系健身 不中訓 不隱控 緣分到了 自然會長肌肉 如果這段看不出來反風 我也幫不了你 這個名音來自King of the Hill 一家之主的兒子 Bobby Hill Bobby是一個本性善良 但時常會做出一些搞怪的事情的小孩 這個畫面來自於第四季的第十八集 他們一家和鄰居正在慶祝遼國的信念 剛好有一群藏傳佛教徒 正在尋找喇媽的轉世 也剛好找到了很有可能是喇媽轉世的Bobby 而Bobby也為了他們的測試 開始嘗試練習冥想的畫面 哦 對 我快要領悟到了 哈門 但是一家之主在歐美那邊流行的名音不是這個 而是這一段 你是邪教嗎? 不是 我們是散播愛與和平的機構 那就是了 美國知名的成人喜劇動畫 舉得出來的就有南方事件客 辛普森家庭 蓋庫家族等等的 因為這些作品本身就槽點滿滿 所以他們的名音也就多到數不完 像是這段辛普森家庭躲進草叢的片段 就被拿來當作名音 但我忘記帶作業 或許來自家就看不得我了 甚至還有真人版的 我們繼續回到台灣比較常見的名音 要先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們知道現在有很多以熊為吉祥物的IP 熊大、拉拉熊、福利熊 但是有一隻熊 達到了其他熊達不到的高度 可以說是領導級的角色 我想你們心中應該已經隱約浮現出他模樣了 沒錯!就是小熊維尼 小熊維尼被拿來創作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 有次南方事件客也在短劇裡面放上小熊維尼 結果造成不小的風波 那我要給各位看的是這一張 小熊維尼 皺眉吃力的嘗試閱讀一張紙 原處處在這 這一段動畫維尼的反應實在太可愛了 於是在2020一位網友 Sweetly Fix 在DA這個平台上面發布的這張截圖 很快就有人把它拿來改成 What the fuck? Am I reading? 我到底看的是三小 讓人聯想到這張名畫像 順帶一提 這幅名畫像的人是一個英國文學家 Samuel Johnson 他因為單眼全盲勢力不好 所以有人推測他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看的三小 這句話真的不是我說的 總之小熊維尼民傳到台灣之後 你們覺得鄉民不拿來辱一下 說得過去嗎? 像是前陣子的台灣激光遊戲 還願 爭議符咒加爭議維尼 如好如滿 但比較奇妙的是 這張圖居然紅到 去年在日本迪士尼推出的相關周邊 還有公仔 維尼三小魅力真大啊 另外一個有名的是這個黑幫維尼民 但其實這個畫面是P圖的 原本是小熊維尼在瑞比嘉 聽他睡睡念 聽到快要睡著了 攤住在沙發上面的畫面 有時候圓圖會跟P圖一起用 例如像這一張 打遊戲遇到地震怎麼辦 甚至還延伸出了更多P圖版本 明義班的金髮男 明義班的彩虹背景 和明義班的洗腦BGM 這個明義 源自於早期知名卡通 《太空超人》 但在2005時 哪名德州的動畫師 《腦筋異歪》 剪成了一支魔性MV 背景音樂配唱他們自己翻唱的 美國經典名曲 《WhatsApp》 後來就開始在網路上瘋傳 所以官方也順勢推出了 周邊 不是 不要什麼都做成周邊好不好 看過這個明義的你 應該用網路很多年了 這個明義就像是瑞克瑤還有一代一代一樣 常常偽裝成假連結 騙別人點擊 不過我是在三年前看新的影片 我才知道這個讀東西 謝謝可信 翻唱的是欺負大 2018的時候在台灣爆紅 這樣 一度成為日本的關鍵字 快想想啊馬克 出自於美國動畫 無敵少俠的最後一集 全能俠邊海扁他的兒子 邊教訓他 崩潰了希望自己好好選擇自己該在哪一邊 明明是情緒降低最豐富的劇情高潮 到了冥英的世界 想想啊 口罩沒有壓到鼻子有用嗎 想想啊 大夢博士只是想要騙你離開家和你媽獨處啊 想想啊 巴斯 你只是個玩具 但 胡迪沒有想到的是 再來要出了新的皮克斯動畫電影 巴斯真的要上太空了 最一開始在國外流行的版本 是羅賓問蝙蝠俠說 嘿蝙蝠俠 聖誕節你父母給你什麼禮 話都還沒有說完 蝙蝠俠就爽他巴掌說 我父母死了 蝙蝠俠的聲音不是這樣嗎 叫你模仿沒有叫你掃月 所以傳到台灣來之後 才會有過年要不要回家的版本 這張圖好笑到 你會以為 有人在模仿 媽媽再打我一次的冥英圖去畫的 事實上真的是官方的作品 不是二創的 他在網友把對話內容改掉而已 這張冥英圖原自於 Worst Finest第153期 當期的平行世界加上主題是 假如蝙蝠俠想要殺掉超人 簡單來說 蝙蝠俠在一連串的誤會下 誤認為超人就是殺父仇人 而與蝙蝠俠搭檔的羅賓 在發現蝙蝠俠的動機之後 嘗試說服蝙蝠俠 喔蝙蝠俠 你的哀傷讓你有了復仇的想法 我求你放棄吧 後來他們兩個吵到 蝙蝠俠乾脆把羅賓的記憶洗掉 這張謎被網友們多次惡搞 有排隊的 有打回去的 還有 想想啊羅賓 不是 羅賓的記憶都被洗掉 是要想什麼 當你為了抽卡而課金時 盤子 到處都是盤子 美版的用法也是 XX Everywhere 這張巴斯開導的蝴蝶名 來自於 《玩具總動員2》的一段畫面 但那段畫面的對話並不是 XX 到處都是XX 這句話還是從一個匿名網站出來的 一位管理員 為了一支一些只發色情圖片 而沒有文字的垃圾文章 讓這一類空白的貼文 都被系統自動過濾 變成寫著 到處都是XX 網友覺得很有趣 紛紛把XX換掉 改成其他的東西 再配上玩具總動員的圖 一個名音就這麼單純了 名音 到處都是名音 既然講到巴斯了 怎麼可以不提到他的好朋友 不是童年音音 是我們變態的警長 胡迪 其實他也是瘋瓶被害 在2010年 日本玩具廠商推出了 胡迪可動公仔 連眼球都可以動 所以胡迪就不小心有了奇怪的表情 出現了一堆網友的創作 從此看到胡迪都沒辦法珍視他了 這隻看起來極度悲傷的青蛙 其實是從一個成人梗蔓 BOYS CLUB裡面出來的 青蛙第一次出場 是在上小號的時候 因為喜歡把褲子全部脫掉再上 被朋友關心了一下 但他覺得這樣子感覺很爽 所以跟對方說 Feels good man 所以當初爆紅的時候 是以感覺不錯蛙 的方式形成名音的 而之後有網友把它改成 Feels bad man 才變成我們熟悉的傷心佩佩娃 但因為後來 有部分網友用這個名音 進行政治 還有種族歧視的創作 變成川普的非官方吉祥物等等 被外界貼上了許多標籤 作者麥特弗里 不爽佩佩娃必將亂搞 親自刺死的佩佩娃 至於真正在台灣這邊大紅 是因為之前香港爆發的反送中運動 示威者上街時 戴上了佩佩娃的頭套 讓佩佩娃變成了民主的象徵 大家才開始喜歡這個有純蒙表情的生物 既然提到佩佩娃了 不得不提另外一個大熱門 柯米娃 是芝麻街裡面其中一個角色 常常在劇中被惡搞 有點像德克斯特那樣的感覺 而她會爆紅 是1979年 柯米娃在《不我歷險記》 唱了主題曲 Rambo Connection 這隻青蛙瞬間變成美國的國民吉祥物 甚至跟球俠、炒牌合作 一隻青蛙玩偶 賺的錢比你我都還要多 隔著螢幕都可以感受到她的嘲諷了 那當然近幾年民營興起嘛 柯米娃的表情不知道就越來越多 在國外最有名的 就是她喝著利頓紅茶說 This is none of my business 明明一樣是青蛙 挖身去差蠻多的 他母貌最像 當你懷疑人生的民營圖 是2012一位網友 Lazerbot 也是在DA上面發布的18禁劣奇漫畫 裡面使用了像是 音速小子 瑪莉歐 以及樂伊通的角色 然後在第九話當中 他母貌和其他角色 昨天一起開趴 一早起來整個ㄎ掉 不記得發生什麼事 懷疑人生的表情在2019 被網友拿來創作之後 很快變成了民營公版 設計師最討厭的一句話 你可以多做幾個版給我看嗎? 講到湯姆貓 那怎麼可以少了傑莉鼠呢? 傑莉鼠迷音來自於1946年的短片 這集是在講 傑莉鼠撿到一個不斷搗亂的小寶寶 嘗試餵他牛奶的故事 這集我也有看過 可是我怎麼完全沒有印象 我以為是我基因腦癒獸去重看了一次 嗯?所以...到底在哪裡? 不不 因為我們開啟的方式不正確 正確開啟傑莉鼠迷音的方法 打開影片之後 直接調成 0.25倍數 好了 就是這邊 這不就跟裴音一樣嗎? 暫停鍵受害者 到底誰在暫停的時候會好看啊? 莫名其妙一個民營就誕生了 天啊!當你想好新的英文名字 結果 當兩個戀童屁都裝成7歲小女孩碰面時 這張多個蜘蛛人 互相指來指去的民營 是來自於1967年的蜘蛛人 第19集 雙重身份 這一集的反派想要偽裝成蜘蛛人去偷竊 沒想要被本尊抓包 兩個人就互相的爭 拉拉扯扯 而後來在網友的創作之下 蜘蛛人就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最有趣的是官方網梗了 前陣子在宣傳蜘蛛人 無家日的新電影時 三代蜘蛛人特地拍攝這張照片 這集真的爆好看了各位 OK 這集的歐美民營是想要放上來看反應怎麼樣 如果你們喜歡 估計還會繼續出 所以希望繼續出的 一定要留給你們讓我知道 那就這樣 地方姐女 良心製作 絕不脫稿 需要您的關心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 也可以按下分享旁邊的超級感謝 小小支持我一下 我是馬 下次再見 掰